我觉得刘群松是一个对线游走实力都很强的选手 各方面都很全能吧 这赛季的发挥的话就五分吧 感谢粉丝给我们加油吧 虽然我们成绩不好 但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继续打好的 我们会努力拿下手术 下一场面对W的话 感觉可待啊 是一个就是比较进攻式比较长的一个步骤吧 就他很喜欢去帮助队友 跟他们下路对线的话 感觉就是利用经验上的优势去慢慢的赢下他们吧 就慢慢的对队友说的话 可能就是就已经走到只有最后几步了 就争取好好的冲下去吧 就把这样的比赛打好 对粉丝说的话就感谢大家的支持吧 就是可能这个赛季的成绩不是很好吧 就是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波换一波雪下落 那这波好像 现在下落这个卢娜真的就是龟柱 来了 瑞兹到六级可能要开车 早期会越吗 但是艾康在后面 艾康射播又 这个神奇反尊 直接Cue到一个猴儿 这个猴儿被他上及时救难了之后 这边 哎 猴仙倒后续的话 纳梅也死了 而且同样的香格斯这边扛两下塔 就威威来了 五级的威威直接闪现越过了内纳塔 直取香格斯香格斯倒进来之后 再被某影迷都排到 而且这个时候升六的威威转头 天霸 横空脸红直接锁到可达亚 可达亚虽然有闪 但这个位置也没办法交了 哇 还好 不能不说 这个真的 真的是算一道了 给大路一这波中也算得死死的 然后刘青松的这个Cue 也很关键 是的 就这一波打成了这样的一个残局 等到一个满血的味道场了之后 上路这边也打起来 鱷鱼直接咬住的敌门 直接开大招 剑机也给大家 大家一滴血可能回不了了 闪现过来咬 但是一个W挡住 但是刘青松来了 呃 真心的游走 胖排泡住了 已经放出来了 这感觉 现在你没冰线状态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在侧面艾康尝试想去练一下人 没有命中 上面冰哥已经把线送到了塔下 直接动手了 咬住直接开大招 伤害够不够 好像不够拉出来了 最后一下 冰哥被单杀了 是的 卡还是很痛的呀 对 而且 这一波他应该是还没出破败 就就来月的 没出 这我感觉回家 二先锋 还得真一着 这个版本的二先锋 够肉 而且给的钱也多 又上来 W咬一口 直接咬到了 把破败特效咬出来之后 第一门反手去开大 上来想要出破绽 前面靠墙 保住最后一个破绽 那大还没有好 但这波微微来了 但是他吸引刀在手上 微微也不敢锁他 别说 Demon这个 哦呦 闪现上来 直取冰哥 冰哥开了大招 反手给个红鹿W 咬一口之后 香格斯上来 一W给Q Q技能Q飞了之后 反手再给个Q技能 被小冰挡住了 冰哥咸死还身 二千锋因为Demon也是把TP交到了下路 所以路线直接开大招 找一下血量 狂风向前 差一滴血 治疗开出来 上路这里 战机也是拆掉了对面上路的一塔 哎呦 直接踩过来 艾可每次踩过来 好像都会被这个 铁丸几个给捆住啊 但运动的话 留了新眼刀跟大招的Demon 其实不是那么好跃的 只要几个人控制比较多吧 看Demon怎么去处理了 尤其新眼刀这波 四个 直接被咬到 给Q到 Q到了之后给了一个QW 好吧 这个 Doggle 卡个视野的位置 拉出来 直接一套 再次把新的治疗给打了 而且这条小龙 我觉得 W应该是接不了的 虽然他们有在尝试抢视野 但这个时候装备差距 没办法通过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来披补 但他们这波想尝试抓一下了 双队 两个人都是有闪现的 这一个泡泡 泡到了三个人 一个被劳伦特线 给他刀给挡掉了 在这边Demon想吃取Doggle Doggle这边是被Demon一个人给单切掉了吗 哇 正面看一下 这边兵哥 直接套大招 兵哥反身给个W 但是后面有千军万马呀 群体直接运了三个人过来 兵哥直呼上当 上当 而且还是大人 这不想打吗 刘静松直接开了一个大招 给了泡泡给这边VV 但是反手这边的恶意收购 直接把战争给隔开 Demon又切 又切进来了 这波感觉飙迹 野斧都要死 是的 后续虽然有双C在 但是W这个阵型保持得很完整 他们现在可以去直接逼到大龙 上当上当 BLG众人都上当了 感觉这一波大家伙 好像沟通上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BLG这个阵容 你打到这个时候 想扩大优势需要去抱团 被罪名定到了 这一波Icon也很危险 给一个E的这个QG的插点死了 闪现补一发E 这个飞门也不做的意味着大龙效仿 因为BLG这种其实打快速的阵容 你要想继续扩大自己的经济优势 那起码中路线处理完之后 几个人都要过来 5个人一起去抱团找机会 对 但反而现在WG现在开始5个人一起抱团去长期抓单了 对而且其实刚刚BLG刚推完中路线了之后 其实W就在自己的高地塔下刚接过线 对 是有W的一个讯息的 而且这一波在剩下4打5的情况下 阵型也很差 对 BLG还是要选择上 那明显其实是打不过的 这边好像还是想尝试一下 Doggle 你用自己的火炮射程 哎 闪现上来直接开Doggle 一段的大招 二段大招出来 直接打了一个闪现 后面群职约过来了 香格斯 香格斯 上面是交过闪现的 香格斯不知道有没有表 反身打了一套 他伤害还蛮高的 而且恶意收购也是掩护了一下正面的队友 Icon的蓝量其实不多 也扛不住他慢慢这样的poke呀 又打了一套 猴的血量确实被打下去了 猴来了 又上来 哎呦 EQ啊 被直接划布走开 他反身这边的恶鱼的W 直接被一个星眼刀的 挡住了 但是后续的话直接微微锁他 他5个其实就能上来 就不想杀宾格要复活 但是没能复活成功 宾格闪一下拉开 但是微微自己也别换掉 这边的话看一下 卢娜被隔在了旁边 都够是个半血的走路的一个状态 剩下一个4打4的残局 宾格没血 Icon没蓝 但W这边状态同样也不是特别好 但相对之下 我觉得W的状态更好一点 而且 一边有打野一边没打野 是的 W这边很想动这条龙 看一下宾格做了一个传送门 要去肉后了 看一下星闪现上来 一套接到最迷的Q 进来直接输掉两人 宾格进来一个W 咬到 咬到星星 这边淘楼机 秀男A掉了这边的宾之后 复活了 这个恶飞流死 哇 表情色吧 本来前面的一个大好的局面啊 感觉现在 进入到了一个 劣势的情况了 是的 因为主要他这个阵容 没有一个很好的后期保障 再加上主要他这个阵容 都是这种 后期能力很强的英雄 是 而且这波 星很细啊 嗯 星是卡了个三枪 他闪现银燕 Q完了之后 哎 这车通上一波 是把自己的闪交掉的 这波两个人位置很危险 直接Q上来 出一个破绽之后 直接开始打这个弱点 一个大招套起来 刘金松已经 阵亡了之后 被打出了回血阵 倒过一个狂风 稍微有点小卡强 反正有这边来了一个 听话 很过烈风 直接锁到了这边的D们 D们应该要倒了 这样的话是一个 上辅的一个互换 侧面 冰 中期处理的还是 不够严谨啊 D们这一波 也是直取后排 但是后面 稍微的有点 上头了 拿得比较激进 这个Q贯了之后 其实就没必要再上 然后瑞兹也是四千套 下W正面推就可以了 这波刀口上来 霹雳一波之后 W直接狂贯一开 但是这波Icon也是要绕后 但是香克斯在单防他 18级防16级 还带网免的 Icon也没什么办法 这位置来了 看一下 威威带着复活甲 直接锁心 但是没有伤害能跟上 先打前盘 这边Doggle对着 甲红输出了半天 突破啊 反身上来想要杀星 直接被香克斯转身一套给 撕死 冰 这个位置 完全拦不住D们呀 D们一个星眼刀 打完了之后 直取 刘金松 刘金松也倒地 那这样 感觉W要一波了 冰哥交出了秒表之后 想换应该也是换不掉的 这边是Icon一个人 他尽力是把猴子换掉了 他自己的位置还是很危险 还操作了一下 但是没有办法 这我心还拿下这颗人头 是 那这样 那要恭喜W1啊 W1在这把比赛前期 遭遇了大逆风的情况下 也是凭借着自己的任性 成功地 完成了一波翻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